顺治纠结八年 最终确定了自己百年之后的灵职 康熙尽职尽责 为父所见孝灵 成为后世地灵的表率 揭秘清代地灵之 地灵的典范孝灵 公元1651年的一天 十四岁的顺治帝带领大臣士丛 来到尊化的马兰玉境内狩猎 此次顺治皇帝的出行 名为狩猎 实际上却肩负着一项神圣的使命 他关系着未来大清王朝的江山起因 这就是为自己 也是为未来的大清地方 选择一块风水宝地 见到一座皇甲陵人 那么顺治究竟是如何确定自己灵寝位置的 顺治的孝灵 为后世的地灵 究竟立下了怎样的规矩呢 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研究室主任李银先生 引领我们一起走进顺治的灵寝 看索传奇故事背后的历史真相 揭秘清代地灵之 地灵的典范孝灵 进行关注 顺治皇帝啊 名字叫爱心觉罗福林 她是皇太极的第九子 母亲是那位著名的永辅公庄妃 也就是清出著名的女政治家 孝庄文皇后 她六岁即位 再为十八年二十四岁英年造世 那么顺治皇帝啊 他和以前的帝王有一个明显的不同 那就是他非常重视自己灵寝的建设 但是之前的帝王不重视 之前的两位帝王 诺尔哈赤和黄太极 他们不太重视灵寝 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啊 受三个因素的影响 一是幽牧民族的生活特性 你想他们今天在甲地 明天就到乙地了 甚至永远也不回来了 那么他怎么建灵呢 建灵的目的就是为了祭祀啊 你都不回来了 还怎么祭祀啊 所以啊 幽牧民族这个生活个性啊 它不适用于建筑一个固定的灵寝 第二个因素 它就是战争的影响 很明显呢 他们当时正处在激烈的战争阶段 部落内部的统一 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 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战争 甚至于与明朝的战争 那么在战争的状态之下 是不利于建灵的呀 双方打得这么激烈 建什么灵啊 第三个因素 那就是受蒙古人的影响 那么蒙古族是怎样一种 这个灵寝的状态呢 他们要建怎样的灵寝呢 你看这元朝的皇帝 他是蒙古族 他是怎么做自己灵寝的呢 按照资料记载呀 那元朝的皇帝呀 是把他们的尸体 放到两块木板中间 当然这个木板肯定是很厚的呀 然后呢 把它挖成槽 像这个人体那么大小啊 把尸体放进去 然后把两块木板一盒 然后用金条捆住 捆住这个两个木板 这就是他们的关旧 他们的棺材 然后呢 把它抬到蒙古大草原上去 一望无际 郁郁葱葱的这个大草原 都是草 然后挖一个深钩 很深很深的钩 把这个棺材呀 放进去 然后再干什么呢 我们看资料中这样记得 一万马柔之 齿平 杀骆驼子其上 以千计守之 来岁草寄生 则一丈散去 迷惘平眼 人莫知也 欲寄时 则已所杀骆驼之母回岛 是其执逐悲鸣之处 则知葬所以 也就是说 用这个马呀 把这个棺材 然后这个上面土啊 踏平 用马踏平 踏平之后啊 在上面杀死一只小骆驼 然后啊 好多士兵在这里面守着 到第二年的春天 万物复苏 这个草啊长起来了 你再也找不到 再也看不到 哪里是当时 埋葬关他的地方了 他找不到了 这样他们就撤走了 如果想祭祀的时候呢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就找到 这个小骆驼的母亲 让他带他带路 我们知道骆驼 有很强的 辨别方向的能力啊 他的嗅觉还很灵敏 能够闻到 自己被杀死 这个小骆驼的气味 找到这地儿了 那么他找到这个 小骆驼死的地方 就找到了 埋葬棺材的地方 人就可以祭祀了 所以说 蒙古皇帝啊 是这样做的 难怪我们今天 一座元朝灵气 也没有发现 都是这样埋在 大草原底下了 无法找到 倒是很安全 所以你看 他受这三种因素的影响 罗尔哈赤也好 黄太吉也好啊 那么他们 也不重视 灵敬的建设 但是顺治皇帝不同啊 他从小 生长在深宫之中 年龄虽然很小 但是对汉文化呀 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尤其喜欢 灵敬文化 于是啊 顺治皇帝就决定 要像汉人皇帝那样 建好自己的灵敬 首先呢 要选好灵敬 所以顺治皇帝生前 有过两次灵敬活动 第一次是顺治八年 这一年呢 他才十四岁 这个顺治八年 对他来讲 那真的是 大事连连呢 首先是啊 这个亲政 多尔滚在顺治七年底去世了 那么到八年 他开始亲政 第二件事呢 大婚 人这一生 大婚就这一次啊 跟皇后结婚 称之为大婚啊 皇帝啊 那么 孝庄逼迫他 与自己并不喜爱的表妹 伯尔吉吉特氏 结婚了 那么这次大婚 让顺治皇帝很伤心 也很恼火 记忆很深刻 那么第三件大事啊 就是这次选临庆活动 意想实在是太深刻了 那么这次啊 在十月 就历的十月份呢 他带领着自己的母后 新结婚的中公皇后 还有王公百官 那么来到了尊化 跋山涉水啊 来到尊化 这一行人浩浩荡荡 来到了东陵地带 那么他们登上了 昌瑞山 往前看去 这顺治皇帝啊 大喜 很高兴 一扫近日来的心理阴霾 这么多不高兴的事 是吧 尤其是大婚 很不高兴 这次一看这个 一登上昌瑞山 望南一望 心中大喜 很是高兴 当然得别人给他介绍 是吧 他年仅十四岁嘛 告诉他 这里面怎么怎么好 太棒了 那么于是啊 顺治皇帝 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他说呀 此山王弃聪裕 可以为朕受功 因自取配舍 致之 御世臣曰 舍落处定为穴 这个舍就是 手上的大拇指上的扳指啊 一个御扳指 扣贤用的 那么弯弓大剑 扣贤用的呀 他把它摘下来 啊 抛了下去 说了一句话 说这个班子啊 落的那个地方 将来为我建灵 哎 他做了这么样一个重要的决定 那王弓百官赶紧找这班子啊 找到之后啊 打上标记 立上庄 来撤去 在这里呀 活动了两个月 两个多月的时间 回到北京 那么顺之皇帝回到北京之后啊 就考虑思考这件事情 左思右下 我在这个啊 尊华 昌人山这个活动 准确吗 我做这个决定 是不是很草率呀 一直思考这个事情 日思夜象 那么一年两年 一直纠结了八年的时间 到顺之十六年 再次决定要来到东陵 要来到这个尊华 昌人山这个地方 核实一下 我才顺之八年 那年我才十四岁呀 做这个决定 真的是正确的吗 那我要再去一次 核实一下 那么这一次啊 顺之皇帝 已经二十二岁了 成年人了 他再次登上山顶 按照选灵寝要素 核实 那么经过核实 点了点头 真的是不错 当年自己这个决定 非常正确准确 这就是顺之皇帝的两次 选灵寝活动啊 那么顺之皇帝 这个活动 这种做法 成为清朝 后来皇帝的标准 成为典范 那么顺之皇帝呀 这一次东陵之行 确定了两大标准 第一个标准 就是什么样的灵寝 那才是好灵寝 他确立了这样一个标准 首先要有众星捧月的环境 什么叫众星捧月呀 你懂的 这个很简单 那么我以顺之皇帝 孝陵的灵寝为例 就是众星捧月 就是四面环山 周围都是山 就是众星捧月呀 他北面是昌瑞山 东面是英飞道养山 西面是黄花山 南面是金星山 这不四面环山吗 那么中间是一块北高南低的平坦之地 那将来顺之剑陵 就在这里面剑陵呀 他在中间 周围是山 当然是众星捧月了 那么西面有西大河 东面有马兰河环扰 你看 这个山势众星捧月 又有水环扰 这是第一个条件 要众星捧月的环境 就是说将来建灵 顺之皇帝在中间 那成为万物的主宰 众星捧月吗 这只是其一 第二呢 一定要有令人神往的仙境 那你说已经众星捧月了 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但是如果都是光山 秃山 什么也不长 那可不行 一定要山清水秀 那才行 那才是人们向往的一个环境 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就需要有很好的植被 达到一种像神仙 向往的那样一个环境 那样的一个境界 我们看 资料中这样说 高山阳止 井心井止 虽不能治 然心向往 虽然你达不到 但是啊 却是人们很向往的这样一处仙境 这就是顺之皇帝当年选了 灵寝 给立下的两个标准 要众星捧月 要像神仙待的一样 那样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这才是一处好的风水宝地 所以后来皇帝继位的时候 都要找这样的宝地 来为自己建灵 都在寻找 但是能不能找到 那可难说了 总之 这是他们的最高追求 最高目标 这是顺之皇帝啊 陛下的第一个规矩和典范 那么顺之皇帝啊 这两次东陵之行 又立下了第二个规矩 还有第二个榜样 那就是 怎样选择灵寝 怎么选择呢 那么顺之皇帝 这次东陵之行 立下了规矩 要使用专业人士 和王公大臣相结合的办法 毫无疑问啊 那么选灵寝 这件事 那是很专业的一个事情 你想啊 拿着罗盘 测山式 测方向 看水法 验图纸 这是多专业的一个事情呢 那一定要使用专业人士 这毫无疑问 所谓树业有专攻吗 人家专业人士说出的话 干出的活 那才地道 才准确 但是啊 仅仅依靠专业人士 那不行 你想啊 专业人士 他在离北京 两千里的地方 可以选个风水宝地 你用还是不用啊 那确实非常好 那个不行 离北京太远 那还得 王公百官 王公大臣 给他把官 这两者结合起来 所以顺之皇帝 这次东陵之行 选择灵请 那就带着专业人士 同时带领着王公百官 就有三位义政大臣 一同前往 其中有一个大臣 叫做苏格萨哈 是义政大臣 官位很高 那么他就曾经这样说过 五月灵地 非我一人是从 曾有索尼 厄比隆 我等三人 一起叩谢 索尼和厄比隆 苏格萨哈 三位义政大臣 参与了顺之皇帝 孝灵的选择 所以你说这个孝灵 是顺之皇帝 自己选择的 那个不对 有很多专业人士 还有王公百官等等 大家共同 看事的结果 这就是顺之皇帝 这两次东陵之行 给后来的皇帝 留下的典范 给他们做出的榜样 后来皇帝 学人家 顺之帝再会十八年 二十四岁 就英年早逝了 他生前虽然 确定了灵旨 由于种种原因 却并没有建议 这个建议的任务 最终就落在了 他的儿子 康熙帝身上 康熙帝 为父亲顺治 所建的孝灵 成为了后世帝灵的典范 请继续收看 揭秘清代帝灵之 帝灵的典范 孝灵 那么康熙皇帝 要怎么办呢 康熙皇帝 得给他父亲建灵 他首先 更正了 以前灵寝的一些个 不恰当的做法 之前 有几个帝灵 比如诺尔哈舍的弗灵 皇太极的昭灵 这些灵寝呢 都不太符合帝灵的规范 要更正一下 比如 这些灵寝呢 太为实用 缺乏神秘感 我们说皇帝灵 这个安全是次要的 神秘是重要的 你说你太实用了 那个不符合帝王的规范呢 比如诺尔哈舍的弗灵里面 他的石像声 只有大老虎 这柴栏虎豹这种东西 那给王公百官 给老百姓 用作石像声 那还可以 你作为一个帝灵 要那玩干嘛呀 要更正 你说这角楼 紫禁城里面有 四角有四个角楼 那是为了安全 瞭望哨 你作为一个灵寝 要那干嘛呀 要更正 要把这种实用性 太强的东西 替换掉 带着以神秘的建筑 那么第二 布局不太合理 我们看这个福灵也好 昭灵也好 那个龙恩门 比龙恩殿都高很多 哪有大门比殿高的呀 我们待会很多去建筑去看 你说那大门 比大殿 比正殿高很多 这不本末倒置吗 要更正 所以康熙皇帝 给他父皇 建灵的时候 首先更正了这些 不恰当的做法 于是 在建筑上 康熙皇帝 就立下了四大规矩 第一 要主赐分明 建灵的是不是 一定要主赐分明 什么是主呢 在神道之上的建筑 就是主啊 比如说这个 龙恩殿 比如说神道围庭 神宫圣德碑楼 大碑楼 还有这个地宫 宝城 宝顶 这些东西 与牧主人 密切相关的东西 那就是主 这个要重点打造 那至于说周围的东西 比如说配电啊 炒房啊 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 是服务于主体建筑的 那个就要 就要考虑 它的建筑的等级啊 体量啊 要低于这个中心建筑 这就是一个规矩 要主赐分明 第二规矩 要配合山川形式 说做这个陵寝建筑 你跑那么老远 从北京跑到东陵 尊化这个地方 那好几百里地呢 这么老远 你到这来建筑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山川形式好 可是你到这来建筑的时候 你为了突出你这个陵寝的建筑 建一个特别高大的殿宇 压住了或者是 盖住了周围的山式 那有什么意义啊 你不会在北京建吗 你跑这来干嘛呀 所以 一定要配合周围的山川形式 它有一个标准 你们看 他说灵寺与山水相称 难盖同 说这灵寝的建筑 大小啊 体量啊 规模呀 要看周围的山川形式 很难统一 不要说啊 就是就为了建那个建筑而建筑 一定要看看周围的山 看看周围的水 不要破坏了山和水 否则就是宣宾夺主 这是第二个标准 第三 要保持民族特色 我们知道这个清朝这个政权呢 那是满族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呀 那么满族 他的这种民族的特色 这个民族风在灵寝建筑中 一定要保持住 要有满韵清风 所以我们在这个校围里面 看到很多都是满族的符号吧 比如说他的石像生 那些文尘武士的符事 那是满族人的 是吧 还有这个碑匾上的文字 有满文 满文居中 这些呀 都是满族的符号 满韵清风 这个要保持 那么第四 要尊重汉人和汉文化 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 但是啊 主要的绝大多数的 还是汉族 满族的皇帝呀 认识到了这一点 对汉族一定要尊重 所以在顺治皇帝 校围里面有这样两句话 他说呀 是满汉如一体 与文武无情众 这是这个顺治皇帝 大碑楼里面雕刻的 这个有这么两句话呀 他说是满汉一家 这就是对汉人 要有起码的尊重 所以在校围里面 他的十项声当中 文臣的位置 就高于武士的位置 文臣在前 武士在后 文臣代表的就是汉人 所以这个对汉人和汉文化的 尊重和重视 是满族 是满族的皇帝 在开始的时候 就立下的一个规矩 这就是在灵寝里面 立下的四大规矩呀 后来皇帝建灵的时候 都要尊重和遵守 这四大规矩 这在建筑上 那么在灵寝人物的陪葬上呢 校围也立下了规矩 也就说这皇帝 年龄虽然不大 但是后妃还挺多呀 他三十多个后妃 这几个女子 将来死去的时候都葬哪呢 都陪葬皇帝吗 都和皇帝在一个地宫里面吗 这个呀 在校陵里面 也立下了规矩 四大规矩 第一 要先暂安 先暂时安葬 给自己一个思考的时间 所以后妃这么多 陆陆续续去世 他去世啊 并不马上进入灵寝 而是先思考一段时间 先葬到别处 考虑考虑 究竟把他将来葬到哪儿啊 要经过一段思考的时间 时间能够磨合掉一切呀 所以顺之皇帝 那些早年去世的这些妃嫔 那些后妃们 都是葬安的 葬到这个黄花山的原寝 临时安葬 那么第二 要看等级 等级社会 是一定要看等级的 在后宫里面 分八个等级呀 有皇后 皇贵妃 贵妃 妃 贫 贵人 常在 和答应 这么八个等级 究竟哪个等级 才能够和皇帝合葬呢 哪个等级 要放到别的地方去呢 这个要经过慎重的思考 毕竟人死去之后 是个大事情啊 一定要看等级 那么在那个时候啊 在顺之皇帝孝林 营建的时候啊 那只有皇后 才有资格 与皇帝合葬 第三 要看 是否得宠 在后宫里面 那么多后妃 那么皇帝三千宠爱 给谁呀 是死非非 那可多着呢 顺之皇帝又很个性 他和后妃之间这种关系 那么爱就爱得轰轰烈烈 恨就恨得咬牙切齿 那他是这样一个性格特征 所以说 这些妃嫔 这些后妃 究竟怎么样的将来安藏 安藏在哪 还得考虑考虑 顺之皇帝是不是喜欢 说不喜欢的人 你不要塞人地宫里面去 你说这生前 两个人就进场打架 那么死去之后 你放在地宫里面去干嘛呀 这第三个条件 第四 要考虑死亡的时间 那么顺之皇帝 一旦去世 他个年轻 二十四岁就去世了 他去世的时候 地宫 如果他到地宫里面去了 地宫室门就关上了 一到两到三到四到 四到室门关上了 就不能再打开了 你打开他 那就惊扰了人家的亡魂 惊扰了人灵魂 这事不好 所以死在他后面的人 无论多高地位 也不能进入 你得考虑他 去世和死亡的时间 按照这个四个标准 那看一看 顺治皇帝的后宫 只有两个人合格 一个是康熙皇帝的生母 孝康张皇后童家世 一位是他最最宠爱的后妃 董阿妃 就这两人合格呀 这两个人符合于 上述四个标准 所以呀 在顺治皇帝的低宫之中 就这样安排了三位 世祖张皇帝保卫 奉治低宫 安设保床上正宗 奉孝康皇后保卫 安设于左 奉孝宪皇后保卫 安设于右 这么三位 在低宫里面 这顺治居中 然后两边 东边呢 是康熙的生母 孝康皇后 西边是这个孝县皇后 这个保卫 就是骨灰坛子 因为他们三位 是火化入葬 那么这种安排 就极大欢喜 都非常高兴 首先是康熙高兴 那么康熙皇帝 小的时候很不幸啊 他八岁丧父 十岁丧母 缺失父爱和母爱 即使是父亲 活着的时候 对他也是很少关注 所以康熙皇帝 曾经这样说过 他说 父母西将 为得一日成欢 此阵六十年来 抱歉 他说我小的时候啊 都没有得到过 父爱和母爱 那么这回好了 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葬到同一地宫之中 那父母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团聚 自己祭祀也很方便嘛 康熙皇帝 当然很满意 所以首先是康熙满意 那么其次呢 是顺治皇帝 一定很满意 那么确切地说呀 应该是顺治皇帝的 在天之灵很满意 他已经去世了嘛 那么顺治皇帝 对这个这两位 首先说对康熙皇帝的生母 孝康皇后 虽然不是特别宠爱 但是也不讨厌呢 毕竟人家儿子做了皇帝 那么将来呀 逢年过节祭祀 那还得指人家呢 是吧 人家这个康熙呢 所以啊 这个满意 那么对于孝县皇后 这董摩飞 那更是极为满意 你想他生前的时候 就非常宠爱 可谓宠冠后宫 那么董摩飞去世的时候 那顺治皇帝哭得死气活来 不是有顺治出家 这样一个传说吗 他真的把头发都剃肚了 就想出家 追随董摩飞去 那么这个不成 又绝食啊 又闹这个啊 等等 这些事情呢 就使得这个 人们认识到这个顺治皇帝 对董摩飞这个感情 那真的是 三千宠爱于一身 把这个董摩飞 葬到这个地宫里面去 顺治皇帝 一定是非常高兴 关键是他心里面 并没有把握 从前虽然这个非常宠爱 但是去世之后 究竟能不能入葬地宫 和自己合葬 他没有把握 那得人家说了算 这件事啊 他要感谢他的母后孝庄 他是孝庄做的精心安排 说孝庄对董摩飞并不是很待见 不是特别喜欢他 但是他儿子喜欢他呀 那么孝庄 不会是一个心胸开阔的政治家 那么呢 就成全了这一对这个夫妻 把他们葬到了一块 所以啊 孝陵的这种做法 就成为后世帝灵的典范 后世帝灵也这样做呀 人家皇帝宠爱的喜欢的 就合葬在一起 皇帝不宠爱的 不要往一起放 是吧 这给后世儿孙 做出了榜样 这是第二个典范 就是在陪葬后妃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 上述四大因素 顺治生前选了灵旨 但没有迎见 死后 朝廷只用了短短的一年多时间 就完成了规模宏大 建筑众多的效力 所以在社会上流传着 拆了明灵见心灵的说法 那么这种说法 究竟是真是假呢 请继续关注 青东岭文物管理处研究室主任李延 为您精彩讲述 经历清代帝灵之 帝灵的典范 孝灵 那么孝灵有错误的地方吗 当然有了 有三大错误 后来的皇帝不能学 第一 殉葬不能学 顺治皇帝孝灵里面 他还有殉葬呢 这件事啊 真的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 说人是活得好好的 就把人给弄死了 那么顺治皇帝死于 顺治十八年 正月初七日 当天呢 他的后妃中 他的妃嫔之中 就一个女子殉葬了 资料中这样记载 十八年辛丑 正月初七日 以身殉士族死 这个人呢 就是冻恶士 您说这个女子 她冤不冤呢 她和顺治皇帝 见面的机会 可能就很少 那么因为 她殉葬了顺治皇帝 就给她 赐号为真妃 以自己的一条性命 换来了这样的一个封号 多不值啊 那么还有一个人 叫做傅达理的 也殉葬了 顺治皇帝 那么地宫中 另外一个牧主人 就是董俄飞啊 据资料记载 也有三十位太监和宫里 为之殉葬 但是葬到什么地方去 并不知道 所以 这种做法 非常残忍 那么后来 帝灵 不能学这个呀 那么 康熙皇帝 结尾之后 康熙皇帝 看到了这种 殉葬制度的 残酷性 一直 想改变 这种状态 所以到顺治十二年 康熙皇帝 认为时机 已经成熟 于是 他这样下旨 他说 禁止八七包一 夺领下奴仆 随主殉葬 那么康熙皇帝 下旨 不允许 奴仆再为主子殉葬了 那么殉葬这种制度啊 就永远的 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给废除了 这个呀 不能学 那么第二 拆东墙 补西墙的做法 不能学 康熙二年 开工建设 但是啊 我们看到 工期的时候啊 很吃惊 这么大的灵气 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工程就结束了 一年半就建完了 这真的让人很吃惊啊 一年半的时间 主体工程结束 这件事情啊 人们就在怀疑 说建灵建的这么快 会不会是啊 使用了其他地方的建筑物料啊 于是传出了这样的说法 说是拆了明灵 建清灵 就是说把那些十三灵的 明代灵寝给拆除了 用在那的旧料 来建的孝灵 到底就这样一种说法呀 于是我们就很想考证考证 到底有没有道理 到上个世纪的1991年 孝灵大殿维修 就把一些构件啊 拆下来 我们就研究就看呢 果然发现了问题 比如说 它大殿的梁架 上面有一些失误 比如说这个多余的毛口啊 毛口就是上面打了很多方眼 因为多余就给堵上了 这说明当时打孔的时候 是失误啊 这怎么可能呢 你说那时候给皇家建灵 那个构件 怎么可能这么多的失误呢 另外一个就是天花板 大小尺寸不一 你说这个天花板 我们现在搞这个 房屋建设的时候 这天花板 那尺寸一定是统一的呀 可是孝灵大殿的天花板 大小尺寸不一 那么还有就是大殿周围的栏杆 大小尺寸不一致 那么雕和图案 龙和缝 方向也不一致 很混乱 这说明这里面有失误啊 可是为皇家建灵 皇陵的建设 不可能出现这么多失误啊 于是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 拿到一起 进行仔细研究 发现 他确实是拆了别处的建筑 来到这里 搞的这个孝灵建设 但是啊 不是拆了明陵 建的清陵 而是拆了明代的建筑 清福殿的这个建筑 把清福殿拆了 这是建的孝灵 这个清福殿呢 是明朝嘉靖皇帝上乡的场所 是嘉靖年间 嘉靖皇帝上乡用的 在北京北海西岸的五龙亭附近 那么整是我们查资料的时候呢 到建孝陵的时候 这建筑没了 给拆这来了 那天花板后面都写着了 清福殿 什么什么的啊 有这样的文字啊 所以这种做法 不可取 这不等于破坏文物吗 那么前朝的建筑 九间大殿 你给拆了 这属于破坏文物 破坏五建筑 那么第三 民族歧视的做法 不可有 我们知道 孝陵的这些碑匾上啊 大碑楼啊 神道碑亭啊 还有这个明楼碑呀 以及这个龙文文 龙文殿 明楼 这些斗匾上面都有满文 蒙古文和汉文 满蒙汉三种文字 那么这些文字啊 是满文居中 这我们可以理解 人家王朝是人家满族人建的 是吧 满文居中 然后呢 蒙古文在东边 汉文在西边 汉文是最低下的位置了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 因为是人家满族人建的王权 满蒙联姻 蒙古文在这个尊贵的东边 这也可以理解 但是 文字大小 不一致 满文的字体 大于蒙古文和汉文 比他的二倍还要大 这个就是一种民族歧视的做法 这种做法 让后来人看了很不舒服 尤其是 你说蒙古族也好 汉族也好 看上你这种文字 能舒服吗 这是一种民族歧视啊 所以后来 雍正皇帝 在完善警灵的时候 就废除了这种制度 就把三种文字大小 调为一致 这看了就舒服了 很好 所以你看清朝皇帝 这个孝陵的建设 在建设的过程之中 后来的皇帝 对于孝陵的规制 是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好的东西学 那不好的东西 就废除了 废掉了 改正它 完善它 那么我们从这一点上来说 这清朝的皇帝 还真的是与时俱进 是可取的 这就是顺治皇帝的孝陵 那么康熙皇帝 从康熙二年开始 经过十几年的时间 营建了规模宏大的灵气 从石牌坊 到大鸿门 到大碑楼 石像生等等 近百座建筑 连绝在 连绝在这个 六千米的神道之上 成一代规模 为后世地灵 所模仿 是一个蓝本式的建筑 那么顺治皇帝去世 他的儿子 康熙即位 康熙处在盛世时期 他的灵气 又将有怎样的建设呢 下期节目再见